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老公在我孕期出轨 我发现后 他家暴把我打进了医院 住院期间 老公没有来探望我 几日后 却宣告要和我离婚 房本 公司股份都在老公名下 他想让我净身出户 但我出院那天 却意外接到电话 这里是110 你老公出车祸了 当场车毁人亡 我笑了 亲爱的老公 我们还没离婚签字 在法律上 我是他财产的第一继承人 一大早 我挺着大肚子 洗昨天堆积的脏衣服 老公从卫生间出来 却冷漠地对我说 你自己去运检吧 我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 他的语气不耐烦 仿佛产检只是件 无关紧要的小事 婆婆也在一旁附和 就是 方倩你平时在家那么闲 小斌平时上班那么忙 还要陪你去产检 多累啊 听到他们的话 我心中的怒火 瞬间被点燃 我反驳道 妈 你说的什么话 难道我十月怀胎就不累吗 老公没有搭理我 穿上衣服 就去上班了 婆婆更是丝毫不在意 我情绪 催促我 赶快把早饭做好 我还要出去楼下跳操 我很无奈 其实原本我也是名校毕业 在公司里 曾是高管职位 当时老公说要创业 我就辞了职 陪他一起打拼做公司 后来公司做大后 我却意外怀孕了 老公劝说我 让我安心在家里全职做太太 他在外奔波就好 我听信他的话放弃了事业 但现在却被老公和婆婆 天天当庸人时 老公也对我越来越不上心 这几个月 我算是尝尽了婚姻的苦楚 老公婆婆不管 我只好独自去了产检 医院里 妇产科医生告诉我 我的身体很好 宝宝也很健康 但我却没有一丝喜悦 晚上回到家 我如往常一样 忙碌地做家务 老公深夜十一点 才醉熏熏地回来 我赶忙从他手中接过外套 却闻到了一股香水味 这刺鼻的味道 让我紧绷起来 她的手机放在客厅里 我从未有过 翻她手机的习惯 但那一刻 我却鬼使神差地走过去 解锁了她的手机 我看见微信聊天的界面 有一个陌生女人 发来了性感自拍 再往上翻 她俩的聊天记录不堪入目 这画面如同一记重锤 狠狠砸向我的心脏 她竟然出轨了 今天她借口去见客户 实际上 却是和别人去开房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 我赶紧用手机拍照 上传到云盘 我需要这些证据 来面对接下来 可能发生的一切 等她洗完澡出来 我冷静地坐在沙发上 等待她的解释 看到我严肃的表情 她的眼神中 却没有丝毫悔意 我忍不住质问她 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 身上的香味是怎么回事 老公愣了一下 然后轻蔑地笑道 我去哪里了 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别忘了 这个家是我正回来的 我瞬间怒火中烧 大声反驳道 你以为这个家 是你一个人的吗 你能有今天 少不了我的扶持 而且孩子也是 我们两个人的 你凭什么不管不问 老公不以为然地 耸肩 孩子 孩子又怎样 他现在还没出生呢 谁知道是不是个累赘 听到他的话 我心中的愤怒 达到了顶点 我冲上去与他理论 他却一把推开我 冷漠地说道 够了 我不想和你吵 你要是觉得委屈 那就自己搬出去住 我颤抖着声音说道 我凭什么搬出去 你出轨 冷漠 背叛 你还有脸说 这个家是你的吗 老公的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下来 他怒斥道 你胡说什么 我出轨 你有什么证据 我冷冷地笑了笑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展示了他出轨的证据 他愣住了 然后愤怒地抢走手机 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下定决心 要离开这个家 离开这个背叛我的男人 转身准备离开时 老公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用力将我拉回 我挣扎着想要挣脱他的束缚 但他却越发用力地按住我 你想走 没那么容易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眼中带着愤怒和疯狂 我惊恐地看着他 想要呼救 却被他一把捂住嘴巴 他用力将我拖进卧室 反锁上门 拳头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 我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我试图反抗 但力量悬殊 根本无法挣脱他的控制 我大声呼救 希望婆婆能够听到 并敢来制止 但他始终没出现 老公的殴打越来越猛烈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 只感觉身体像是被撕裂一般疼痛 当我再次醒来时 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浑身疼痛 动弹不得 只能无助地望着天花板 医生说 我多处软组织挫伤 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我意识到 我被老公给家暴了 并且还是孕期 但所幸我的孩子没有出事 这期间 老公和公婆都没有来看我 仿佛我的死活与他们无关 直到在医院待了两日 老公才给我打来电话 我看着手机屏幕 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是我 电话那头 老公的声音听起来 有些冷淡 你现在才知道打过来 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听起来 不那么火大 然而 他的下一句话 却让我如坠冰枯 我想和你谈谈 我们离婚吧 我瞬间愣住 仿佛被雷击中 离婚 为什么 我以为他打电话来是道歉的 但没想到直接宣告离婚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共同话题了 也没感情了 我已经决定好了 你不用挽回什么 他的语气决绝 我瞬间感到心如刀脚 我知道 一旦离婚 我可能会失去很多 家里房本上写着他的名字 公司股份也是他的 离婚后 甚至孩子的抚养权 我都很难争夺 而这些都是我当初 辛辛苦苦陪他挣来的 虽然他对我做了很多恶事 但理智告诉我 现在还不能离婚 我深吸一口气 试图用哀求的语气挽留他 老公 别离婚 我求你了 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难道你真的舍得放弃吗 为了现实利益 我不得不压抑着内心的恶心 放缓态度去求和 然而 他却冷漠地回应我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没有未来了 你签字吧 这样对你我都好 听着他的话 我感到很绝望 我知道 他已经不再是我曾经深爱的那个男人 早在他前几日对我动手时 他心中已经没有了我和孩子的位置 但是 我还是不甘心 就这样放弃 毕竟离婚后我人才两空 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老公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对离婚这件事 深思熟虑过 但是请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会努力改变自己 让我们的婚姻重新焕发生机 我不想失去你 也不想失去我们的家 然而 他并没有被我的话所打动 依然坚持要离婚 我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冷漠声音 心如死灰 最终 他挂断了电话 在医院这几日 我都浑浑噩噩 心里 对于离婚后 一无所有感到恐慌 要是现在离开了那个渣男 我岂不是输得精光 这口气我要怎么咽得下 直到快出院那天 我正准备收拾东西 突然有个电话打了过来 我拿起电话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 让我瞬间愣住 你好 是方茜吗 这里是110 你老公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当场车毁人亡了 请你抽时间来警局一趟 我呆立在原地 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心中率先涌起的竟然不是悲痛 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爽感 是的 我竟然觉得看到了希望 觉得老公死得真好 他死了 我们还没有离婚 而在法律上 我是他财产的第一继承人 回想起他曾经的背叛和家暴 我有种重彩票般的庆幸 难道这就是因果轮回 恶人自有恶报吗 他的死对我来说 完全是一种解脱呀 也是我人生新天章 我摸了摸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我就要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趁事情还未继续发酵 我以最快的速度 把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 又把公司的股份全部掌握在手中 过户的过程中 我面不改色地审阅着每一份文件 每一次签字都如同在盖上我的网印 同时我也迅速召集了公司的股东们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我站在会议室的讲台前 目光如炬 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当初是我陪秦总一步步打拼出来的 我最清楚公司的历程和发展前景 秦总现在虽然走了 还有我在 以后公司的大小事物都交由我管理 我的话语置地有声 股东们面面相去 无人有意义 毕竟在我没有退居二线前 我就是公司的二把手 当时秦号不在 所有事物也有我决策 弄好公司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需要我处理 那就是老公的小三苏之安 渣男死了 贱女也得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久后 我就带了几个搬家工人 去苏之安的住所 在江景公寓里 我环视一周 冷冷地说道 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出去 一见不留 这个公寓我已经查过了 在我老公名下 他之前给我说是 买来投资用的 还借了我二十万 没想到 现在被他拿来养小三 我一想到 就觉得讽刺 不过 现在事实后该 物归原主了 苏之安旅游回来后 很快就气急败坏地找上我 他在公司的办公室 大声质问我 方倩 你怎么能这么做 那我是的家 我冷冷地看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 什么你的家 这是我和我老公 共同出资买的公寓 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这房子自然归我所有 而你 不过是个外人而已 你以为做别人的小三 就可以肆意妄为吗 我告诉你 这公寓与你无关 苏之安被我的话语 气得浑身发抖 他不甘心地喊道 我要报警 你非法入室 强强民宅 我轻蔑地一笑 说道 好啊 你去报吧 正好让警察来告诉你 看看这个公寓到底归谁 说完后 我让秘书把他赶了出去 但没想到 苏之安真的有勇气报了警 警局里 我冷静地向警察出示了证据 证明这个公寓原本是在我老公名下 警察看着那些铁证如山的文件 最终确认了公寓的归属权 苏之安在听到这个结果后 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哑口无言 我以为事情就到此告一段落 但没想到 这个小三的脸皮要比我想得更厚 几日后 我发现他竟然试图转移老公给他的卡里的钱 在他小额地赚了一笔试探后 我就立马把银行卡给冻结了 我拿起老公的手机 给他发了条短信 别再白费力气了 那些钱原本就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的财产 现在老公去世了 他应该归还给我和孩子 此外 我还特意去了他租所一趟 我让人把老公送的苏之安的爱马仕 LV的包包 全部收了回来 苏之安对我大骂 你凭什么拿走我的包 这些都是我的 我拿起其中一个包包 冷笑道 是吗 那我得告诉你 这些包包都是我用过的二手货 秦浩竟然把我用过不用的送给你 你都没找他算账 苏之安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指着沙发上那些包包 这都是我和老公一起挑选的 现在我要把它们一件件地收回来 因为它们不属于你 听明白了吗 苏之安气急败坏地去找我公公婆婆 想要通过他们来对我施加压力 他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我 如何霸占了他们的家 如何抢夺了他们的财产 试图激起他们的怜悯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秦浩早就带苏之安去见了我婆婆 并且 我婆婆还帮着秦浩瞒着这件事 她很满意苏之安这个小三 在苏之安的煽动下 公公婆婆怒气冲冲上门来找我理论 而我也立即做出了应对 我请来了小区保安 冷静地让保安传话 告诉他们 这里现在是我的家 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他们再敢无理取闹 就直接报警 保安将他们挡在了门外 我在猫眼里看到苏之安器的直跺脚 公婆则是面面相去 他们显然没有料到 我会有如此强硬的态度 毕竟 在老公没去世前 婆婆和公公随时想来 我家住就来 完全不会给我打招呼 公公直接在门口大声骂道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敢霸占我们的家 抢夺我儿子的财产 你还有没有良心 婆婆也紧随其后 她尖酸刻薄地嘲讽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这样对待我们 告诉你 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听着他们的辱骂 心中有些不悦 但表面上却保持着冷静 我打开了门 站在保安身后 冷漠地告诉他们 这些财产原本就是 我和老公共同所有的 现在老公去世了 按照法律规定 应该归我所有 如果你们有任何异议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公婆听了我的话 顿时更加愤怒 公公骂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竟然还提法律 你以为法律能保护你吗 告诉你 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婆婆则是一边哭一边骂 我们的儿子 怎么会娶了 你这样的女人 你真是桑尽天良 连我们老人的财产都不放过 我的沉默 并没有让他们停止辱骂 他们越骂越起劲 仿佛要将所有的不满和愤怒 都发泄在我身上 我忍无可忍 冷冷地打断了他们的辱骂 够了 如果你们再这样无理取闹下去 我就直接报警了 我不想和你们再有任何瓜葛 请你们立刻离开 公公婆婆被我强硬的态度吓了一跳 他们没料到 我会如此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毕竟之前我都是为了顾全大局 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的 苏志安也不敢说话 灰溜溜地站在一旁 这场较量最终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我以为这段时间能够清静一点 但没想到苏志安突然检查出怀孕两个月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我那渣男老公居然干了这等好事 苏志安故意挺起 为显怀的肚子来公私显摆 他耀武扬威地站在我面前 现在财产也有我和我孩子的一份了 我怒视着他 苏志安 这是什么意思 苏志安却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挑衅地回应 哼 你以为你能独占我好哥的财产吗 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我气得浑身发抖 反驳道 你真无耻 破坏了我的家庭 现在还想来分遗产 你以为你能得逞吗 苏志安却毫不在意 他嚣张地笑道 我已经找了婆婆 她很喜欢我肚子里的孩子 这都是他们勤家的后 她会支持我的 提到婆婆 我更是怒火中烧 晚上回到家 我给婆婆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 我愤怒地质问 你怎么能支持她 她破坏了我的家庭 现在还想来分遗产 婆婆却理直气壮地回应道 怎么 你就能分我儿子的遗产 小云的孩子就不能分了 她怀的也是我儿子的种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回对道 你们还真是蛇鼠一窝 往后的一段时间 苏志安见婆婆站在她那边 更加嚣张了 她开始厚脸皮地要求我 每个月给她打高昂的生活费 我在微信上拒绝了她 我绝不会给你一分钱 你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承担后果 苏志安却毫不在意地 发来挑衅的信息 你以为你能拒绝我吗 我告诉你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给钱 隔日 苏志安竟然带人来公司搬东西 说要拿去变卖 办公室里 一众人都在吃瓜 我愤怒地冲上前去阻止她 大声道 苏志安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苏志安却冷笑一声 回应道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一个人的吗 这里现在也是我和我孩子的 我想搬什么就搬什么 我正要上前制止她的动作 她却突然假装摔倒 苏志安碰瓷地躺在地上 大声呼喊着疼痛 企图引起周围人的同情 我冷眼看着她的表演 冷笑了一声 心中充满了厌恶和鄙视 苏志安在我公司假摔 闹进了医院 她在医院里撒泼 哭闹着让我赔偿医药费 说自己是被我推丧的 要出人命了 我懒得和她吵 支付了医药费就想走人 让她一个人在这里演戏 却没想到婆婆和公公来了医院 他们一进门就责骂我 方倩 你的心肠真很毒啊 为了争遗产 竟然不顾及小安和我们孙子的死活 你真有脸做得出来啊 婆婆一副关心苏志安的模样 我却发出了冷笑声 现在我也怀胎六个月了 肚子比苏志安的还大 怎么没有人来关心我呢 作为婆婆反而更在意小三的孩子 这岂不是笑话吗 公公也在旁边插科打混道 这样吧 你和小安怀的都是我们秦浩的孩子 你就把遗产交出一部分来 给小安 婆婆连忙复生 除了给小安一部分遗产 还要分给我们一部分 给你公公和我养老 我听着二老的话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怒 但我不能因此失去理智 面对这三个胡搅蛮缠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 冷静道 秦浩能有今天也是因为我 当初他创业的大部分资金 都是我出的 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 所以这些遗产是我和孩子的 我不会轻易交给任何人 婆婆听了我的话 顿时气得脸色铁青 她大声嚷道 你怎么这么自私 苏志安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你老公的骨肉 他们也有份继承遗产 我们作为长辈 也应该得到一部分养老 我冷静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 婆婆 您别忘了 苏志安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他的孩子虽然无辜 但也不能因此就剥夺 我和孩子的权益 至于您和公公的养老问题 我相信老公在世时一定有所安排 我会按照他的意愿来办理 婆婆被我的话气得直哆嗦 但他也无可奈何 我知道这场争执没有赢家 但我也不会轻易让步 我不会让苏志安和婆婆得逞 我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权益 说完我直接拎包离开了 但苏志安并没有就此罢休 这几周他都赖在医院里不走 还特意请来一个高级看护 缠着我要支付各种高昂的营养费 我知道苏志安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故意为难我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逼我就范 但我才不会妥协 苏志安那里还在闹事 婆婆又阴魂不散地缠上了我 这几日 婆婆没事就到我家和公司里哭闹 她一脸病态地坐在我面前 双手颤抖 声音带着几分哭腔 儿媳啊 我这身子骨饰越来越不行了 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了 你公公腿脚也不利索 我们两个老人可怎么活呀 我正没看着他 心中明白这不过是他想要钱的借口 我冷静地回应 妈 您和公公的生活费 秦浩之前都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他给您买了社保医保 够您二老花了 婆婆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变了 她猛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和你公公养大你老公不容易 现在老了 你就想一脚踢开我们 我告诉你 没门 我尽量保持耐心 那你去找秦浩啊 问他为什么不给你留下一笔巨额享福钱 婆婆却根本不听我的解释 他继续大声嚷嚷 你是咒我死吗 我去哪找他 你老公留下的钱 你就想一个人独吞 不给我们留一点 真是心思歹毒 面对他的恶毒咒骂 我以习以为常 我冷静地回应 妈 那些钱可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属于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的 秦浩走了 我还要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 你也知道教育一个孩子花销很大的 婆婆却根本不理会我的苦衷 她冷哼一声 别给我扯这些 反正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儿子留下来的钱 给我和公公一部分 婆婆说完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却发现 每天都有账单在扣钱 我疑惑地查看账户 发现竟然是婆婆 在用老公的付卡消费 她前几天还在我这边诉苦 说生病了需要钱 没有钱花 但这账单上 全是她吃喝玩乐的消费 婆婆买了很多奢侈品保养品 丝巾 鞋 衣服 还有保健品 她和公公顿顿吃海鲜 短短的一周时间花了几十万 我愤怒地打电话给婆婆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婆婆却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是我儿子的钱 我有权用 你凭什么管我 我努力压制怒火 妈 那是我们共同的财产 您不能这样随意挥霍 婆婆却不以为意地说道 方倩 您以为你是谁 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我就是要用 你能怎么样 我挂断电话 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愤怒 我决定收回那张付卡 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 来维护自己和孩子的权益 但事情的发展 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半个月时间 婆婆和公共 不仅继续挥霍着老公的遗产 甚至还与苏之安联手 三人一同大肆消费 一下子就花掉了我上百万 当我看到银行卡的账单时 有些崩溃 我愤怒地找到婆婆 让她归还付卡 婆婆却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我 冷笑道 这是我儿子留给我们的 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你管不着 我觉得和她以理说不通 只能通过法律来解决 于是我直接联系了律师 准备起诉婆婆和公共 我要让他们知道 法律是公正的 不会纵容他们的无理行为 同时我也要追回 被苏之安挥霍掉的钱财 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 来维护自己和孩子的权益 不让任何人再伤害我们 在和婆婆打官司期间 一次外出出差时 我在街边 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段时间 我被他们弄得心力交瘁 却没想到 事情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我看到苏之安和一个陌生男子 站在咖啡馆的门口 两人勾肩搭背 举止亲密 看上去十分不对劲 紧接着 苏之安亲了那男子的脸 男子低头回吻他 两个人就在大街上拥吻 我心中的震惊和疑惑 难以言表 这女人这么快就找到了夏家 回去后 我左思右想 总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于是我决定深入调查一下这件事 隔日 到了公司后 我立即联系了一位可靠的四家侦探 让他暗中调查苏之安 和那个陌生男子的关系 一周的时间过得异常漫长 终于 那边给了我一个无比荒唐的答案 那陌生男子是苏之安的男朋友 两人交往了七年 苏之安和我老公勾搭期间 并没有和他男朋友分手 并且除此外 我还发现了一个更震惊的秘密 准备好一切证据后 我直接来到了医院 找到了苏之安的病房 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 他耀武扬威地看着我 怎么 是来打钱的 我却冷静地叫来了保安 让保安将他驱离 苏之安惊慌地尖叫着 方倩 你凭什么这么做 我可是孕妇 你敢叫人对我动手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秦浩的孩子 我没搭理他 继续叫保安感人 苏之安不甘心地挣扎 连忙婆婆和公公打电话求救 不一会儿 婆婆和公公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 他们一见到我 就开始指责我不该这样对待苏之安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我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一直袒护苏之安 但今天我要让你们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我转向苏之安 直接说道 去三楼做亲子鉴定吧 苏之安听到我的话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苏之安不肯做亲子鉴定 而我却拿出了他早就和另一个男的勾搭的证据 我愤怒地对苏之安说 你以为你躲得过去吗 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老公的 对吧 苏之安脸色一白 识口否认道 你胡说什么 孩子明明就是你老公的 我冷笑一声 将手中的照片摔在他面前 看看这些照片 你还敢说 你没有和别的男人勾搭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把我老公当铠子 拿他的钱去养和你交往七年的修车工男友 苏之安看着照片 脸色变得苍白无色 但他仍然不肯松口 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 孩子是你老公的 这是事实 我家大公事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们就去做亲子鉴定吧 如果孩子真的是我老公的 我无话可说 但如果不是 那你就要为你的背叛付出代价 苏之安有些慌了 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 我不做亲子鉴定 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轻蔑地一笑 侮辱 你背叛婚姻 欺骗我老公的时候 就没想过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吗 现在轮到你了 你就怕了 苏之安无言以对 只能沉默地坐在那里 这时 婆婆走了进来 他看了一眼照片 又看了看苏之安 叹了口气说 你如果真的没做错事 就去做亲子鉴定吧 苏之安犹豫了一下 但看到我坚定的眼神 和婆婆失望的表情 他最终点了点头 好 我做亲子鉴定 等到真正要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苏之安又开始反悔了 他找各种借口拖延时间 甚至试图逃跑 他这是心虚了 怕真相大白后 无法面对 我故意在他面前说 看来你是真的怕了 连亲子鉴定都不敢做 苏之安被我激怒了 他大声反驳道 谁说我不敢做 我这就去做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我趁机跟上去 确保他不会再次逃跑 在我们挟持下 苏之安被迫完成了 亲子鉴定的取样 等待结果的过程 漫长而煎熬 终于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结果显示 苏之安肚子里的孩子 确实不是我老公的 结果出来后 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 孩子是他男友的 面对铁证如山 苏之安终于无法再狡辩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袒护的苏之安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婆婆看到鉴定结果后 冲上前就给他一耳光 怒骂道 苏之安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以为你只是贪心了点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无耻 你把我儿子当什么 提款机吗 拿着他的钱 去养你的野男人 你简直就是个贱货 还想来骗我儿子的遗产 我趁机回对婆婆道 妈 您看清楚了吗 这就是您一直偏袒的女人 她不仅背叛了我的老公 还拿着我们的钱 去养别的男人 您现在还觉得她无辜吗 婆婆越说越激动 唾沫星子飞溅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勾当吗 我早就看出你不对劲了 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下贱 你以为你可以瞒天过海吗 我告诉你 只是包不住火的 现在你的丑事都暴露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贱人不仅背叛了我儿子 还欺骗了我们全家 你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婆婆的声音在整个屋子里回荡 我冷眼旁观 想到苏之安的背叛和我老公的愚蠢 真是觉得好笑 秦昊背叛了我 而他又被苏之安背叛 我决定给苏之安一个严厉的教训 我当场宣布要以诈骗罪起诉他 苏之安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慌了神 他急忙向我求情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冷漠地拒绝了他的求情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你背叛了我的老公 还拿着我们的钱去养男人 现在你想让我放过你 你觉得可能吗 苏之安被我的话吓得浑身发抖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婆婆和公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不再袒护苏之安 最终 苏之安被警方带走 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离开医院之前 我还要求苏之安 将这段时间 在医院里的所有花销 全部归还给我们 她原本想用我们的钱 去养她的男友和孩子 现在却不得不吐出这些不义之财 婆婆对我生出了几分畏惧 她怕我会用同样的手段 对付她和公公 于是找到我 希望我能放过苏之安一马 她双手紧握在一起 仿佛是在寻找一丝安慰 方倩啊 我知道你是个有主见 有决断的孩子 但这次的事情 你能不能对苏之安手下留情啊 毕竟她也和小浩有过一段 而且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我听着婆婆的话 心中却没有任何动摇 我抬头直视着她的眼睛 语气坚定地说 妈 我知道您心疼孩子 也理解您对苏之安的顾虑 但您要知道 这是苏之安自己种下的恶果 她必须自己承担后果 我不会因为你们的求情 就放过她 她站在我面前 双手紧握在一起 方倩啊 你能不能大度一点啊 婆婆小心翼翼地开口 生怕激怒了我 我冷冷地看着她 心中没有一丝波澜 我知道 婆婆之所以求情 是因为她怕我会用同样的手段 对付她和公公 但我告诉她 这次的事情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求情 而改变结果 妈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拿出那份 关于刹车片被动了手脚的检测报告 举到婆婆面前 婆婆看到那份报告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颤抖着双手接过报告 眼中满是惊恐与不信 这 这怎么可能 婆婆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秦浩她 她怎么会 我告诉她 老公的车之前坏过一次 她拿去修过 而给她修车的人 正是苏知安的男友 他们不仅联合诈骗 还暗中对她下手 置她于死地 婆婆听到这里 已经完全呆住了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更无法接受 这个残酷的事实 她原本以为苏知安 只是背叛了秦浩 没想到她竟然还参与了谋杀 这个贱人 她竟然敢害我的儿子 婆婆的声音变得尖利而颤抖 她的双眼中闪烁着怒火 仿佛要将苏知安烧成灰烬 她猛地站起身来 身体因为愤怒而颤抖不已 我要去找她 我要亲自问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婆婆说着 便急匆匆地往门外走去 她的步伐虽然有些蹒跚 却充满了决绝和力量 我赶紧拦住了她 冷静地说 妈 您冷静点 现在苏知安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 您不能冲动行事 婆婆听到我的话 停下了脚步 但她的愤怒并没有平息 她转过头来 用那双怒火中烧的眼睛瞪着我 仿佛要将我生吞活泼一般 你让我怎么冷静 那是我的儿子啊 我的儿子被他害死了 我怎么能冷静 婆婆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悲痛和愤怒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顺着脸颊滑落 我握住她的手 试图安抚她的情绪 妈 我知道您很难过 但您也要为自己的身体着想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法律来制裁苏知安 而不是您亲自去找她报仇 苏知安和修车工 以蓄意谋杀罪被铁窗囚禁 他们的罪行在法律的公正之下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波澜 他们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婆婆和公共 他们曾经对我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但如今也恨透了苏知安 他们无脸再来找我的麻烦 我也无需再与他们纠缠 过去的种种随风而逝 我要做的是好好经营公司 照顾好我的孩子 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 老公的遗产全部给了我 我会好好利用这笔遗产 让公司更上一层楼 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回想起过去的那段日子 我心中五味杂陈 老公的品德败坏 他在孕期对我做了恶事 我痛不欲生 那些黑暗的日子 仿佛是一场无尽的噩梦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他自食其果 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我也从这场噩梦中走了出来 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结婚前 桃秋昂害怕他妈妈不让我进门 撕掉了体检报告 谎称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当我终于怀孕 要和他分享这个好消息时 他却要我打掉 我姐姐才没了孩子 你现在怀孕 不是戳我姐姐的心吗 我拿到报告单 亲眼看见了白纸黑字 才敢相信 我真的怀孕了 家里没人 我看着时间 坐了满满一桌子菜 桃秋昂和婆婆推开门时 我正好最后一道菜上桌 回来了 快来吃饭 我可忙活了快两个小时呢 桃秋昂满脸疲惫 婆婆脸色也不好 我挤出一个笑准被迎上去 打破尴尬 却不想婆婆避开了 我伸手接包的手 语气有些冲 你还有心情吃得下去 我不明所以 转头碗上桃秋昂的胳膊 把他扯到饭桌旁 轻咳了两声 我要宣布一件大喜事 我怀孕了 刚查出来 这是检查报告 我能感受到桃秋昂的身体 在一瞬间的僵硬 一点没有心愿得成欣喜 婆婆的脸上也没有丝毫开心 妈您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您不是念叨了三四年 要抱孙子吗 我沉浸在当妈妈的喜悦里 没有注意到桃秋昂电话的眼神 和偷偷扯我衣角的动作 餐厅陷入了沉默 不知多久 婆婆毫无波澜地吐出三个字 去打掉 打掉 妈 这个玩笑不好笑 我没开玩笑 花儿孩子没了 我找师父算过了 说是有个和他相克的孩子 我还想着 我家没有孩子啊 现在我知道了 你这边刚检查完 花儿的孩子就没了 肯定是你 这个孩子克了花儿母子 花儿才会导致流产 你要是不打掉 花儿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妈 那些都是迷信 姐姐 可我话还没有说完 好 就算不能迷信 你这孩子也不能流 花儿刚流产 你这又查出怀孕 不是存心给他添堵吗 以后看着你肚子变大 生下来 孩子一天天长大 每次看你的孩子 都会想起 这个没能留住的孩子 算妈求你了 你们还年轻 还有机会 我不理解 不可能 我不会为了这么滑稽的理由 舍弃我的亲生孩子 陶秋昂你说句话呀 陶秋昂在一旁像发呆似的肝坐着 像个算盘珠子 推一下动一下 可他刚叫了一声妈 就被婆婆打断 你闭嘴 你心疼你孩子 我也心疼我孩子 你孩子没了还能再生 我花儿没了就没了 这孩子不能流 我疯狂地给陶秋昂时眼色 这孩子都来之不易 他全都看在眼里 无数的针眼 苦到想吐的药 无数个寺庙神明 可他在开口说出的话 将我的心冷成寒冰 宋和家 妈说的有道理 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我姐姐才没了孩子 你现在怀孕 不是戳我姐姐的心吗 我的身体有问题 婚前 我们去做了检查 陶秋昂怕他妈妈 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瞒了下来 结婚后三年 我们都没能迎接来 一个新生命 医生大夫一个个地看 中药西药一顿顿吃 大针小针一针针往身上打 可我的肚子就是没有消息 陶秋昂的妈妈 嘴上不说什么 可背地里跟邻里邻居和亲朋好友 都在说我不争气 就算买只鸡 也能一天一个蛋 他倒好一天 还吃我一个鸡蛋 钱又挣得少 靠着我们家秋昂养活 还得是我们秋昂争气 我曾经亲耳听到 他在楼下跟别家老太太抱怨 可就算我听到了 也无力反驳 我的身体原因使然 让这件本该顺其自然的事 变得堪比重彩票 所以当我察觉到身体有异常时 都只赶一个人去医院 害怕空欢喜一场 直到拿到报告单 亲眼看见了白纸黑字 才敢放心笑一笑 可没想到 婆婆的第一句话 是要我打掉 陶秋昂的第一句话 是要我听他妈的话 眼见婆婆说不通 陶秋昂又不站在我这边 帮我说话 我直接气得将饭桌掀了 婆婆被吓得大叫 陶秋昂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 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四年前的承诺游在耳边 家家 我会一辈子以你为先 一辈子对你好 那时的陶秋昂 就算气上了头 也只会躲起来给墙脚两下 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我动手 其实关于孩子的鸡飞狗跳 应该早有遇见的 结婚体检 就是她穿多陶秋昂带我去的 陶秋昂为了不让我起疑心 定的是双人体检套餐 结婚后快一年的时间 我都没有动静 于是婆婆偷偷地 把陶秋昂拉到一边 问她 你给妈老实说 你是不是骗我了 家家的检查报告 你是不是造假了 她身体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动静 早知道是个不下蛋的 就不该让她进门 陶秋昂吱吱吾吾 被婆婆吼了一声才说到 实话跟你说吧 家家的体检报告很好 是我有问题 所以妈你别急 慢慢来会有的 当下我感动得稀里哗啦 更加愧疚 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有问题 可如今 她居然动手了 我们还是将生活过成了一地鸡毛 第二天早早起床 去上婆婆脱关系 给我找得轻松简单 陶秋昂几乎劝了我一整天 你也是有弟弟的人 怎么能这么冷血 我们不要这个孩子好不好 姐姐受的打击太大了 咱们还年轻 身体也不错 还有很多机会 至少 至少让姐姐这段伤痛 带一点点 好不好 终于熬到下班 我像一个已经到了临界点的高压锅 随时要爆炸 可到家后 却看见了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陶秋昂的两位小姨 以及他们的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是害死了弟弟的人 家里姐姐出了这么大的事 还能笑得起来 你怀不上孩子 就是你造了杀孽 你害了你弟 蛇蝎心肠 所以得了报应 陶秋昂二姨说道 脸上假模假样的笑 就这样僵在那里 戳心窝子的来了 我的爸爸妈妈 恨不得全世界宣传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害死了我的双胞胎弟弟 二十年前在商场一楼里 他抢了我的东西 我不愿意 反抢了回来 他要去找爸爸妈妈告状 一辆货车 急迟而来 爸爸妈妈都疯了 所有人疯狂赶往医院 只有我被留在了商场里 弟弟没能救回 宣布死亡后 他们才想起我 没有一句责怪 可是从那以后 每当我嘴角稍微上扬 哪怕一点 哪怕只是无意识 所有认识我的人 都会对我指着点点 包括我的爸爸妈妈 你看他 弟弟死了 居然还能开心起来 你怎么这么冷血 没心没肺 你弟弟都死了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十年后 我考上了大学 给家里人报喜讯时 在后面加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妈妈直接在家族群里说 如果你弟弟还在 今年也会有他一份 你得益什么 又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从此 我没有在那个群里 说过一句话 也没再跟家里人 分享过任何喜讯 连结婚 也只是带了桃秋昂 回家一趟 没有白酒 没有告诉亲朋好友 妈妈看见我的瞬间 脸沉了下来 送何家 做人不能怎么自私 只顾自己 桃秋昂小姨接着开口 是啊 听你妈妈说了 你和弟弟的事情 你应该能感受到 秋昂现在的心情 做人不能这么冷血的 突然间从卫生间里 钻出来一个邻居老太太 秋昂媳妇 秋昂妈妈一个人 带大他们不容易 你嫁进来这么多年 她也没跟你提过什么要求 就这么一个要求 你就圆了老人家的心吧 桃秋昂小姨 是啊 老人年纪大了 受不得机 你就当让她顺顺心 孩子嘛 你们还年轻 总会有的 都是来逼我的 打掉孩子的 我想直接回到房间 什么都不管 可扑通一下 婆婆跪在我的身前 家家呀 这是算我对不住你 求你了 就给我老婆子 这一个面子吧 你的面子 很值钱吗 用面子 让我舍弃高薪工作 去上一个月两千的轻松活计 生怕我工作忙 照顾不好桃秋昂 现在还想用面子 让我打掉孩子 其他人瞬间拥上钱 连忙地要扶起他 他却张牙舞爪 一个个挣脱 不许扶 都不许扶我 我老婆子 今天哪怕跪死在这 也心甘情愿 秋昂媳妇 你看看老人家 都给你跪下了 这是大逆不道呀 是啊 你这孩子 才一个月 还什么都不是呢 不能为了一个 还没成型的孩子 害了两条命啊 孩子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年轻 总归还能有 一张嘴 说不过一家人 我冲进厨房 拎了一把刀出来 胡乱挥舞着 不让人靠近 静止往二姨家孩子走去 把刀架在了她的脖上 对着二姨说道 那我现在把她杀了 你愿意吗 二姨瞬间弹起 指着我鼻子骂道 你个天杀的 你凭什么 要杀我的孩子 你要敢动手 我要你偿命 这是一回事吗 这是两码事 我现在疯了 不杀了你孩子 我就不能活 杀了你孩子才能活 你要为了你孩子 害了我这条命吗 我要杀你孩子 你要找我偿命 那你为什么能 这么大意凛然地 要我杀掉我的孩子呢 孩子嘛 没了就没了 还年轻 总会有的 这是你刚才说的 我现在还给你这句话 你为什么就恨我呢 我拿着刀 逼他们让开了路 进了房间 简单地收拾了两件衣服钱包 身份证 手机 出了大门 才把刀丢了 而陶秋昂 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的大学 离陶秋昂家很近 走着走着 不知觉就走到了学校 正是晚饭时间 学校里人来人往 步履匆匆 情人坡旁边有一片 很大的水泥地 轮滑舍正在进行社团活动 陶秋昂就是轮滑舍的 我们相识 就是在这片水泥地上 那时他刚学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直冲冲地向我撞了上来 他满脸通红的 不停地说着抱歉 背着我往校医院狂奔 之后更是承包了 我一个月的三餐和陪上课 我的宿舍在二楼 可是教学楼却大多在四层以上 学校是个老校区 没有电梯 一个月都是他背我上课下课 我曾经问他 第一次把我撞倒 为什么是背我去 而不是抱着我去 他说 抱着去 那是偶像剧的情节 可现实生活中 未经的同意 那就是性骚扰 那一刻 心的某处被击中了 已经很久没有人 为我考虑过什么 可现在的陶秋昂 活脱脱一个妈宝男 其实最初认识的陶秋昂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温文儒雅 很会照顾人 会第一时间发现 我的小情绪 会包容我的一切不想说 会充分尊重我的选择 算确定关系后 他能主动做的 也只有牵手 就连接吻都会先征求我的同意 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 所以我上大学之前 都是在不幸中度过的 大学后 半工半读 靠自己上完了学 几乎和家里断了联系 如果没有遇上陶秋昂 我大概会在外游荡 走到哪哪世家 孤独终老 是陶秋昂用二十六封情书 二十六份生日礼物 路边的板栗 糖葫芦 草环 将我拉回了鲜活的世界 拿毕业证的那天下下午 就在情人坡 陶秋昂躺在我的腿上 我问他 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家的情况 也不催我带你回家 他说 等你想告诉我了 自然就告诉我了 你不肯带我回家 一定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 是我的问题 心底的柔软被触及 一发不可收拾 无数人听说 那件事之后的第一句是 那不是你的错 可是他说 你该多笑笑 带着他那份一起 我不信轮回 不信算命 但我梦见了弟弟 他说 姐姐 我走了 但是我找了人来陪你 请务必开心 所以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留下 我给陶秋昂发了消息 如果你和你妈坚持 要我打掉孩子 那我们离婚 不再出现在你们任何人面前 半夜 刚洗漱完 准备睡下 扣扣扣 有人敲门 是陶秋昂 门一打开 他就扑通的一声 跪到了地上 眼里擒着泪 不可以 你跟着我回去好不好 孩子 对 孩子 我和我妈说好了 我妈已经同意留下孩子 只是 我妈她说 你如果想留下孩子 就要搬出来一个人住 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你怀孕这件事情 就算是过年 也只能一个人 这要求有够离谱 但是 我答应了 她立马握住我的双手 保证到 你放心 我每天都会去看你 我妈也说了 每天会做好鸡汤 送过去给你 你虽然一个人住在那里 但是所有的事情 不需要你操心 都有我来解决 你只需要工作 然后等着孩子生下来 桃秋昂动作很迅速 一天看了五个地方 看房子 订了下来 晚饭时 回去收拾行李的时候 婆婆果然一句 关于打掉孩子的话 都没有提 悬了几天的心 终于稍微放下 婆婆和桃秋昂 一起送我到租的房子里面 婆婆在看到 那个房子时 脸色有点不太好 家家呀 你们要不再看看 这个房子也太旧了点 咱不差钱 我一度怀疑桃秋昂 是不是有什么副业 明明工资 也才七千多块钱 硬是把家里 过出了七万的感觉 但我不想用他的钱 自从我嫁进桃家 用在我自己身上的 一分一毫 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安心 毕竟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租房这一项 本就是额外的开销 之后我不能正常上班 房租这项 只能依靠我以前的存款 我并不想在租房这件事情上 花费太多的钱 于是善解人意道 没事妈 能住就行 可婆婆还是再三提议 要找一个装修新一点的 好一点的房子 那时候的我 根本没有去思考 婆婆话里一而再三 想表达的真正意思 还以为她是真心地爱护我 心疼我 真心地想让我有一个 好的待产环境 这几天闹得筋疲力尽 我实在没有精力 再去重新找房子 折腾一遍 于是一次又一次地 驳回婆婆 要重新找房子的要求 我就这样住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 婆婆带着大包小包 到了出租房里 一边往冰箱里收拾 一边说道 家家呀 昂昂早上工作辛苦 我也起不来这么早 昨天连夜包了一些饺子 馄饨给你放在冰箱里 你早餐就对付对付 中午我给你送汤过来 晚上再让昂昂过来 给你做饭 或者我们给你请个做饭阿姨 我本身性子 就不愿意麻烦别人 哪怕这个人再亲 关系再好 没事 楼下就是早餐店 早餐我可以自己解决的 您也不用每天都送汤来 医生说不能补得太过 晚餐我也现在可以自己解决 让桃秋昂多休息休息 等后头有得他忙 婆婆支支吾吾 应了一声 好 尽管医生说要少补 婆婆还是隔天就送 都是要药膳 老鸭汤 鸡汤 排骨汤 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而且婆婆还很贴心 特意将所有的药渣都踢了出去 就窗帘破破烂烂 堪堪遮一遮 于是 婆婆换了新的 很漂亮的窗帘 好看的环境 可以有助于你保持好的心情 周围的邻居都对婆婆赞不绝口 只是偶尔会有疑问 为什么我住在外面 而不是住在家里 我就只能打哈哈 演过这个话题 陶秋昂姐姐出院那天 陶秋昂一直忙前忙后 听说姐姐情绪几度崩溃 我也开始认为 对姐姐瞒下这个消息是正确的 不在姐姐面前晃悠 也是正确的 等安顿好 她才想起我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对不起家家 今天太忙了 忘记来看你了 晚饭吃了吗 吃过了 之前是我考虑不周 时间你多陪陪姐姐 我这里一个星期来两三次就够了 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边再无应答 但又听见了 隐隐约约的哭声 很快到了大年夜 自从公共去世后 所有的亲戚都在她家过年 已经成了惯例 整整一天 陶秋昂都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 除了早上送来了一壶鸡汤和一笼饺子 其实一个人过年也没有什么不好 早就习惯了 只是过过热闹的年 终究会有点失落 于是打开了很多年没有看过的春晚 家族群里正在红包接龙 陶秋昂也发布了朋友圈 有烟花 有手碎 有年夜饭 热热闹闹的 突然 肚子隐隐作痛 我不敢耽误 立马给陶秋昂打电话 可直到电话自动挂断 他都没有接通 我又打了两个 没有接通 索性给婆婆打 也没有接通 我甚至在他们的家族群里 发起了群通话 想着所有人都在陶秋昂家 哪怕有一个人看见了 也能传个话 尽管在团圆的日子 不应该这样打扰人家 可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肚子疼痛加剧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流出 我一下慌了神 起身就要自己往医院去 余光却瞟见沙发上一点烟红 我的腿瞬间就软了 又是拿起手机 给陶秋昂一顿打 三次未接通后 我终于后知后觉 想起来呼叫120 艰难打开门后 等着120 在我即将失去意识前 我终于看到了白衣天使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大过年的 然后彻底没了意识 等才醒来 我已经在病房里 陶秋昂站在病床前 见我醒来 快步上前 扶我坐起 面色憔悴 眉头紧簇 我直觉 他的负面情绪 与我有关 他不敢看我 不敢与我对视 是 孩子出什么事了吗 我颤抖着 我们答应了 我们答应了彼此 无论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对彼此有隐瞒 逃秋昂 是 孩子没了 对不起 昨天 昨天家里人太多 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没能第一时间来陪你 不怪你 团圆的日子 谁都不想出这样的事情 住院第三天 医生找到我 说我的数据 有些异常 问我要不要仔细查一查 我下意识就想偷偷查 不想让婆婆和陶秋昂知道 晚饭过后 陶秋昂来看我 身后跟着个小屁孩 带来了婆婆心熬的鸡汤 医生喊她去办公室 交代注意事项 留下了小侄子单独陪我 小孩在病房里待得无聊 趴在我的床边 突然问我 舅妈舅妈 你是惹奶奶生气了吗 她为什么不许我们接你的电话 不许接电话 我心下一惊 那天电话打不通 是故意的 我连忙问那奶奶 还说了什么吗 小孩挠了挠脑袋 奶奶还说 你肯定是想让舅舅去陪你 搞得我们家不能过个安生年 要晾着你 舅妈 晾着是什么意思呀 晾衣服吗 我能想象得到 小孩玩陶秋昂的手机 看到了我的电话 大声喊了出来 婆婆气急败坏地 抢过手机 勒令到不许接的模样 还有在陶秋昂 答应了之后的窃喜 我明明已经很小心谨慎了 哪怕我是真的想让陶秋昂陪我过年 又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吗 甚至号召所有人不接我的电话 一股寒意从脚底慢慢慢慢窜上脑门 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一旁的仪器也开始滴滴地发出警报 小孩当场就吓哭了 跑着在门口大喊舅舅 原本医生说我的孩子没了 可能不是因为意外 我还不相信 我只跟他说 真的是我没有照顾好 可现在想起来 一丝丝寒意攀上后背 真的有可能不是意外 第二天 婆婆又送来了鸡汤 我壮丝无意开口 这两天的汤和以前的汤味道 好像不一样 婆婆正在动作的身形顿了一下 说话的神情也不自然 哦 那个 之前的是给你补身体 现在这个是你小月子 给你补气血 放的药不一样 味道自然不一样 我更加确定 鸡汤有问题 人都走了 病房也安静下来 无尽地落寞笼罩着我 我曾听陶秋昂说过 他接到姐姐电话时 吓得手机摔到了地上 站都站不住 姐姐伤心痛哭 茶饭不思 见了婆婆 情绪终于崩溃 才变得像个人 于是我拨通了妈妈电话 喂 哪位 在听见妈妈声音的那一刻 我也崩溃大哭起来 电话那头 尽冷冷清清 传来爸爸的声音谁呀 不知道 接通了又不说话 只听得见哭声 神经病吧 那你接他干嘛呢 挂了挂了 我赶在妈妈挂断电话前出了声 妈 是我 是家家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哭得这么伤心 妈 孩子没了 他没了 我知道了 这可不是小事 要多休息 养好身体 大过年的太忙了 我们就不去给你们添乱了 等有空再去看你 后头的话 我一个字没听见 第二天醒来 脑子里只剩一句 你要记住你今天的感觉 这就是我当年的感觉 不知是真还是梦 出院那天 我被接回了家 租的房子呢 退了 东西都已经收回家了 你呀 把工作辞了 家里好好养着 这小月子尤其精细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落下病根 可就更难有好消息了 看似关心的话语 听到心里 却总不是滋味 我需要休息 可他们也没有注意过动静 你说说你 当初就说了两个孩子相克 这个孩子保不住的 让你去打了 你不听 非得弄到大过年的初试了 弄得我们都没过好年 还进了医院 多不吉利 才过了十五 我看看能下地 散步慢走时 碰见了之前租房的房东 家家呀 你要跟你婆婆说的呀 那个窗帘 还是要买好一点的 新买的窗帘 甲醛很重的 买好一点 那个含量少一点 你们家又不缺钱呢 你婆婆一场麻将 都能输好几千块的人 甲醛 医院那边的检查结果 吸入过量甲醛 也是导致流产原因之一 我不敢细想 婆婆又开始求浮水 一碗碗端到我的面前 如果是以前 我就顺从地喝了 可是现在 我奋起反抗 妈 这些都是迷信 你什么迷信 我看你才是迷信 你看看秋昂 不是我一直在庙里 求菩萨保佑 她现在能这么出息 我不理解 婆婆所谓的出息 陶秋昂 也不过就是 在一家 十余人的装饰装修公司 当采购经理 有经理名头 可底下也就管着一个人 但我接着婆婆的话头 既然如此 那让她喝呀 比我喝有用 于是 那碗堆了两张 浮灰和香灰的水 被灌进了 陶秋昂嘴里 两次之后 再也没在家里 看见过浮水 每两个月 陶秋昂和婆婆 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手舞足蹈地 告诉了我 一个好消息 姐姐刚才打电话过来 又有好消息了 整个人高兴地 哭到不行 是啊 佳佳 你看花儿多好 你也赶快 这都两个月了吧 可以准备开始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句 没人注意到 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原来才两个月 我却觉得 过得比以往 二十多年还长 两个人聊得火热 从婴儿衣服 到奶瓶 摇篮 甚至学步车 在哪上幼儿园 小学 当初顾及她的感受 逼着我打掉孩子 现在却肆无忌惮 在我面前畅聊 我竟然有一瞬间 生出了邪恶的心思 我知道不对 却无法抑制 婆婆双手合十 真是上天保佑 终于又有了 不像某些人 还不如母鸡 我当然下不了弹 您儿子没告诉您吗 他不行 他当然不敢说 从医院回到家后 我不愿意淘丘昂碰我 被拒绝几次后 他用了枪 第二天 我从枕头底下 抽出了一把刀 差点没废了他 之后 他就再没敢强迫我 他不满 也不爽 我就只有一句 过不下去就离 婆婆看了眼淘丘昂 问他怎么回事 淘丘昂支支吾吾 半个字没蹦出来 我转身进房间 从枕头底下 拿出一把刀 丢在桌上 桃丘昂被吓得颤了颤 婆婆左看右看 也明白了大概 被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直直倒了下去 妈 妈你怎么了 加加加加加 快打120 确认癌症 晚期 家属商量 看是接回 还是化疗治疗 桃丘昂经历了大喜大悲 整个人瞬间沧桑 姐姐在姐夫的陪同下 赶到了医院 最后决定要治疗 妈 你要放宽心 你的外孙 还有九个月就要出生了 你一定要看见他 婆婆欣慰地笑着点头 幸亏你这还有点盼头 争气 婆婆话中有所指 姐姐也跟着话意看向了我 加加呀 咱俩也算同病相怜了 放宽心 心态很重要 不要急 顺其自然 同病相怜 未必吧 我看了眼婆婆的报告 只叹息 婆婆您看 姐姐这肝怀孕 您就病了 我刚才呀 也去算了 就是姐姐肚子里的孩子 克了您 要不 让姐姐把孩子打了 保您一命吧 婆婆尴尬地打着 哈哈 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呢 生死都是自有命数 这会儿是自有命数了 不是逼我打掉孩子 让您女儿活命的时候了 依我说 就该让姐姐把孩子打了 让您多活几年 毕竟还是个没成型的东西呢 婆婆怒吼 你闭嘴 你活该孩子没了 这么冷血的妈 能生出什么样的孩子 姐姐在一旁满脸问好 我好心解释 我查出怀孕之后 你妈说你和你的孩子 是我孩子克死的 要我打胎 救你一命呢 姐姐愣住了 妈 家家说的是真是假 婆婆羞愧难当渴 可你的孩子 是你自己不小心没的 不是我要你打的 我挑眉 是吗 但我不信 所以 我去查了查 您当初新换的窗帘劣质 还有新买的柜子桌子 价权含量可是严重超标 我说怎么还那么好心 嫌房子就让重新找个新的 那是找新的 是要找个刚装修好的 还有 你每天送的鸡汤 里面放的根本不是补身体的药材 全是活血化瘀的药材 婆婆送来的鸡汤 都没有药榨 我当它是贴心 后来才知道 它是为了销毁证据 所以 你们的妈妈才是活该 正常人哪能想得出 这种缺得短瘦的做法 也不知道那个房东 知道你们租她的房子 干这种事情 会不会被气晕过去 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桃秋昂的脸色越来越窘迫 半想 桃秋昂开口 家家 我妈她 她只是怕自己的女儿出事 没有恶意的 语气有恳求 却没有震惊 第一句话 是为她妈说好话 而不是为我 为她为出生的孩子 讨公道 不正常 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反应 除非 她知道 或者 她就是参与者 甚至 谋划者 姐姐连忙要拉偏价 家家呀 我妈就是老糊涂了 你别在意 你没当妈不知道 妈妈能为了孩子 付出一切 甚至是命 我被气笑了 呵呵 是谁害的我 没能当成妈妈呢 我会用自己的命 去换孩子的命 但我不会用别人的命 去换我孩子的命 转头看向桃秋昂 没有半丝悔意的脸 桃秋昂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们 离婚吧 桃秋昂瞪着我 宋和家 你真要这么冷血吗 我妈刚查出来癌症 还躺在病床上 你就要闹离婚 你妈害死了我孩子 我不能冷血吗 我没有闹离婚 我只是通知你 我想直接一走了之 可桃秋昂临时出差 我没狠下心来 将癌症晚期的病人 丢在医院 答应帮她照看到 出差结束 她出差第三天 有一个女孩子 来看她的妈妈 两人言语 很是亲密 谈话间 都是关于桃秋昂 我认得她 是我们结婚 纪念日那天 送桃秋昂 回来的女孩子 原来她们的相识 源于婆婆张罗的相亲 女孩从高中时 就暗恋桃秋昂 但是错过了表白时机 再然后 桃秋昂就遇到了我 结婚纪念日那天 桃秋昂去参加了 她的家庭聚餐 听她说出他们的故事 我并不惊讶 桃秋昂从小跟着妈妈 和姐姐长大 对完整家庭的向往 不亚于我曾经享有一个家 作为她坦诚的回礼 我告诉了她我的遭遇 希望她能擦亮双眼 免于受苦 她离开后 我立马请好护工 第二天就离开了这座 我生活了近十年的城市 临上飞机前 我给桃秋昂发了消息 离婚协议书 在你床头抽屉第一层 请你签好字寄给我 另外 我建议你 重新去做一个全身检查吧 她回复了我一个问号 当初 她妈妈害怕 我不能给她家传宗接待 还没过门 就要求我去体检 桃秋昂向来听她妈妈的话 怕我生气 就订好了双人检查的套餐 哄骗着我把检查做了 检查结果显示 我的身体状态良好 但很难有孩子 可一年前 我去那家医院检查 遇见了当年 负责体检科的医生 才知道 我们当年的体检报告拿错了 那两人名字和我们名字 都只相差一个字 发现的时候 打了桃秋昂的电话告知 电话却显示空号 桃秋昂错将0626 写成了0828 于是我拿到了 迟了三年的体检报告 我的身体很健康 而桃秋昂 才是有问题的那个 迟迟没有孩子 也让我更加坚信身体有问题 所以哪怕要苦到我直犯恶心 我都咬牙喝下 密密麻麻的阵眼 皮肤都被扎成了紫色 我依旧咬牙坚持 没有一点怨言 可谁知都是无望之灾 可是谁知 谎言才是真 我说过的 孩子来之不易 不一定还能有 祝你余生顺遂 得偿所愿 我很早就想好了我的一生 找份喜欢的工作 工资不用太高 够房租和吃饭就好 当然如果能攒点钱更好 然后旅游 看风景 如果突然降临一个意外 我的生命被收回 我就拿着手上所有的积蓄 吃遍所有想吃的美食 然后找一处风景靓丽的地方 给自己买一块墓地 如果能平平安安到老 就拿攒下的钱 找个养老院 安度余生 可周围的人都说我堕落 自私 可我只是想放任自己坠落 后来坠落途中 被陶秋昂接住 并将我带到了平地上 他曾经拉我出了深渊 却又亲手将我推入深渊 现在 我要让自己再次坠落 我算了一笔账 我想养老的那个城市 最便宜的房子 一年房租只要四千块钱 还能有个小院子 我就画画画 养养花 种种菜 吃饭简单些 一年六千块钱 按三十年算 小城市发展慢 我养老三十年 预备五十万 安度余生 应该够用 陶秋昂没有放弃找我 每隔一段时间 消息轰炸我一次 说他看见了当年的体检报告 说他知道错了 说他的妈妈也很后悔 想抱孙子 找了一堆号称能生儿子的药 让姐姐吃下去 说他的妈妈终究没能看见外孙出世 姐姐吃了药 孩子又没保住 病情迅速恶化 说他很想我 还是很爱我 想追回我 可他终究没能如愿 余生也没能顺遂 我被法院传唤了 时隔两年 我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原来陶秋昂一直在贪污公司的工程款 采购会拿回扣 也算众所周知的行业秘密 以前 他老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涉及金额少 后来 陶秋昂为了他妈 不仅倒卖材料 还一次充好 从中拿回扣 一次采购 各种差额最高可达十万多 第一次没被发现 他胆子越发大 用来充数的材料越来越次 结果材料在装修的时候 出了问题 业主将公司上告 陶秋昂作为采购负责人 把控不过关 自然要被查 这一查就兜不住底了 我作为他贪污公款 有可能的受益人 自然要被传唤 可是他们查来查去 没有我知道钱存在的证据 也没有我享受了 这笔钱的证据 结婚四年 他的钱只用在了家庭开支 他 以及他的妈妈身上 那一刻 我无比庆幸 我的谨小慎微 一晃十年过去了 陶秋昂还上演着铁窗类 我已经攒到了足够的养老基金 也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 写写歌 写写故事 还有现存的版权收入 除掉每月打回家的赡养费 其余的钱 我都用来旅游了 我已经去过了北京 看过国旗升起 也去过草原 可能牛羊成群 云南大理 苍山而海 成都重庆 山路蜿蜒 长白山 一望无际的雪 剩下的地方 我会一点一点 留下我的脚步 看见想买的东西 只要身上的钱足够 我就一定买下 留住当下的开心 离开时 送给有缘人 他们只认识现在的我 不会探索以前的我 有过几个保持联系的朋友 但是我从未再将从前的事 吐露半分 如此生活 与我便是最好的归宿